大家好,我是RT 縱橫動畫界惡死於仔 看盡多少動畫 攔盡無數漫画 能看的賽車動畫真的是少的可憐 而我們遇寒遇不住也說過 屌動畫常有 而賽車動畫不常有 故雖有賽車動畫數量少而無競爭之力 偏死於漫畫之間 不以動畫剝野 因此能夠做到人進皆知的賽車動畫 也就那麼幾波了 諸如極速方程式 咪咪眼也能飄移 Red Light超時空甩尾 名偵探柯南 暴走兄弟 哦,不好意思 這好像是馬拉松動畫 人才是本體 抑或是持風靜亭王 雖然這甩的不是車 而是停 能舉出來的例子真的是屈指可數 但還是都比不上經典中的經典 閃電霹靂車 它是在1991年播出的原創動畫 在那個年代充斥著各種 沒有漫畫先行的原創動畫 而且都相當有趣 反觀現在原創動畫越來越少 幾乎只能在電影上看見 但是閃電霹靂車在日本播出的時候 收視率其實不太好 動畫的製作也相當粗糙 堪稱原創動畫面賣的玩具 銷售量也相當的差 本來預計播出50集的電視動畫 硬是被縮減為37集 然而商業化雖然失敗 但是劇情的評價卻是一個高的嚇人啊 於是隔年又出了精美的OBA 終於扳回一城 奠定完後賽車動畫霸主的地位 今天我們就來複習一下這部 シンセキグランプ サイバーフォミュラー吧 這是一個偷車不成 反成就神話的故事 一個叔叔帶著子子 出了公司 開著卡車 還聊著天 突然就被直升機給結了 不過幸好沒結成 這個叔叔馬上當機立斷 叫那個只有14歲 就有各種二輪四輪駕照的 少年 封建准人 把他們運送的這台神車 開去比賽現場 然而我們這個少年 運動神經極佳 但也無法一開車就上手 只能發揮阿斯拉30%的性能 還被毒蛇阿斯拉嘴了一頓 後來在逃跑途中還用上了GPS 這在1991年可是還沒出現的東西 概念可能是有的 但是要等到1994年才完全建成 就連Google地圖也要等到2005年才上線 那那閃電霹靂車就在動畫之中 將它提前實現了 後來封建在阿斯拉的幫助之下 成功利用直升機炸掉一座石化工廠 就這樣若無其事的把車開到比賽現場 而阿斯拉怕封建為了脫罪出賣他 便把他的身文還有紅魔記錄下來 要修改的話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一座石化工廠被炸個粉碎 還死了兩個人 卻沒有半個人來追究 封建只能從此過著心驚膽跳的日子 那那比賽就迫在眉睫 由於阿斯拉進入封建的關係 使得小廢物駕駛日級 無法出塞 奮而離隊 於是在阿斯拉與眾人的淫威之下 封建只好加入車隊 開始他的傳奇之路 於是第一次賽車就嚇傻 跑了三圈回來 連自己怎麼回來的都不記得了 成績也是35名 最後一名 後來封建不斷的抖動著雙眼 肯求叔叔車田鐵一郎 再答應讓他再跑一次 於是第二次賽車就去撞隔壁棚的心條指揮 最後甚至差點自爆 然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 整個車隊的人似乎都知道 封建有主角光環不會死一樣 讓他這14歲的三寶繼續上路害人 殊不知封建完全把四輪車 當作兩輪車再開 捨出各種兩輪車的技巧 最後化險為宜 開到手都磨破皮了 還是沒殺入24名內 無緣晉級 結果入圍的兩位選手 馬上在編劇之力的運籌帷幄之下 因為違反一般安全規定第63條 就是要你退場條款 封建就這麼靠賽通過預塞 還吃了心條指揮一個鄙視的眼光 更被指揮的老闆懷疑看不起 不愧是同路人啊 後來富士康錦標賽 大家都認真的整備車子 就後面則我也不知道到底在摸什麼 而且三寶封建能夠跑完全程 839.8公里的機率 只有上天保佑的7% 而心條指揮這車 我真的是越看越眼熟啊 這不就是破壞者號嗎? 於是我們的封建再次讓破壞者號見識到天煞孤星的厲害 誰抄我誰倒霉 後來兩人再次對決 然而這次比的是完全不用技術的直線 技術不行 我們來拼車 殊不知兩人平分秋色 一起445公里的速度進入彎道 而測試的距離是4.5G 也就是想像封建正在玩橫向的劍湖上 G5就對了 後來封建突然開竅 剛剛還開的歪七扭八 現在馬上就能完全模仿破壞者的路線 急起直追 靠著別人的失誤還有阿斯拉的性能 最終爬到第三名的位置 不愧是我們賽車靠賽的男主角 也讓阿斯拉本身受了不少損傷 後來封建將加賀誤認為右拐翻 害得他車子被偷 兩人只好一起將其奪回來 然而在本作之中 警察當然也是一點用也沒有 只有警車比較高級一點而已 最後兩人合力迫使犯人停車 還被加賀上了一堂賽車客 就這麼結下了不解之緣 後來的全日本錦標賽可以說是高手雲擊 獲勝的人不只能獲得高額獎金 還能參加世界大賽 說不知參賽者還有這種機器戰警 這樣真的沒有犯規嗎? 而且初初想自封建與死地 奪取阿斯拉的電腦系統 然而我們的封建乃是賽亞人的後代 在每場戰鬥中都會突飛猛進 尤其是面臨生死關頭的決鬥 更是有如涅槃重生一般 還不只這樣 封建靠著大遊的內線交易 跟著提前更換與胎 提升的技術再加上靠賽 還有誰打不贏的呢? 最後將還是老的啦 破壞者再次奪得第一名 封建顯身路人奪得第三名 後來封建一型人坐船 前往美國準備參加世界大賽 知不知摩依哥在暴風雨的船上受了重傷 為了救他的命 居然將阿斯拉改裝成快鐵 高智能方程式 真的是什麼都有可能 就只差不能變成機器人了 就這樣將摩依哥送去醫院治療 後來休馬赫終於登場 這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取自 現實車神舒馬赫 人得像這種蒙面的神秘人物 肯定是什麼人的哥哥 而且總是在一旁偷偷看著妹妹的超級妹控 後來世界大賽的十場巡迴賽 終於展開 我們的封建不只是 賽亞人的後代 還是新 賽亞人 一開場就超越眾人跑到第一名的位置 屬不知卻被抓到起步犯規 被拔60秒 耗山的封建為了彌補這60秒開始暴走 巫師教練和阿斯拉的建議 阿斯拉就這樣被操到爆鋼絲隔 我們的封建在神 終究還是少年 跟我爸從來沒打過我一樣 就是從來沒被打過才會變得如此 自以為是 後來在前車神約翰的鼓勵之下 封建再次回歸 而這個前車神因為車禍退出江湖 現在居然還能比自行車 你的腳大丈夫DESCA 後來封建還跟家賀去玩生存競賽 整出傳說中的旋風衝鋒 龍捲風 大殺四方 然而 新生怕過 遊席車 卡布打差 誰人嗎 因此阿斯拉的整備發生問題 其實這在封建他爸的年代 也發生過 徹底的整備失誤 差點害死明日花的爸爸 喔不 是明日香 在糾結到底是整備失誤 還是駕駛失誤的狀況之下 不管是哪一方的失誤 都要負起全責 這 就是專業 後來秘魯第二章 在機器戰警的襲擊下 封建跌入山崖 說不知封建不只旋風衝鋒 就連三角鍵的絕招 也得心應手 最終為了與腳殘女的約定 一個拼死飛躍 奪得第五名 腳殘女也感動的 站了起來 真的是奇蹟啊 後來巴西第三章 機器戰警受死密師之命 再次對封建出手 那這次不如一樣了 由我們修馬赫哥哥在一旁 守護封建 代替封建撞車退場 於是在天時人和 變劇之力的幫助之下 巴西地頭蛇 碾到碎片 退場 破壞者車色太紅 退場 美國色飛 太淫當 退場 最後封建還是指責了第三名 甚至輸給小廢物日籍 而我們的修馬赫 其實以前跟機器戰警 都在惡名招章的 史密斯車隊裡 而機器戰警在訓練中 出意外就這樣被史密斯 裝上一言一隻 而當年修馬赫跟封建一樣 都比是裝有高智能電腦的 Cyber Formula 就這樣憤而離家到英國 去玩F1 還趁封建不在的時候 偷帶明日香去遊樂園玩 美空的稱號 不是浪德虛名的 然而一切的一謀 都是這個史密斯幹的 從沒看過這麼心慈手軟的反拍 直接一槍砰的修馬赫 不就得了 還聽修馬赫嗆瞎目送 他離開 是不是話才剛說完 史密斯就叫機器戰警 幫他宰了修馬赫 到底是哪根筋壞了 會去請賽車手拿槍殺人的呢 要殺也是用車殺啊 最後當然是被剛剛還一直在害人 現在就賽車魂萌發的 機器戰警拒絕 史密斯只好開著直升機 親自去追殺 最後機器戰警 果然使出他最拿手的 帶車撞人 結束這回合 修馬赫也因此 身受重傷被冥香給認出來 最終父子團聚 封劍馬赫先生告訴封劍一切的真相 其實你是我跟光頭叔叔三的 因為阿斯拉是首個能夠分析人類情感 並且成長AI 於是史密斯為了將此系統運用在軍事上 不惜殺害封劍吧 都要得到他 說不知 最後的尾刀 卻是休馬赫普的 後來第四場比賽 封劍太過想念父親 再次暴走 把阿斯拉撞了個 西巴蘭人卻毫髮無傷 如果阿斯拉有痛絕的話 肯定師爺要拉封劍一起下地獄 然而 一切都在變劇之力的計劃之中 舊車不壞 我怎麼給你買新車呢 就像86的引擎不爆一樣 於是封劍開著完整版的阿斯拉 大殺四方 不但靠賽還要靠車 最後才靠技術 技術再不行就靠變劇乾爹 後來貴公子卡特 哦不 是蘭德爾 中途參戰 高等我們破壞者美況一瞎 最後圖豪大截頭 有錢就是人心 拋棄腦子被破壞的破壞者 故意再創一個車隊刺激破壞者 並找來加賀參戰 而且一上場就拿第一 不愧是編劇的二兒子 於是隨著動畫接近尾聲 再不放福利就沒機會放了 招勤出我們GPX 第一紅牌 明日香奇封劍 沐浴給大家看 就這樣 最後一戰再次回到日本 由蘭德爾 戰區第一破壞者第二 靠賽王排第三 也就是說 誰拿到第一就是世界冠軍 而且這次要一路從北海道跑回 金剛的富士剛賽車場 也就是第一級的比賽場地 總共要跑2100公里 由於上一場比賽 我們靠賽王又把車子給玩壞了 所以這場比賽要將新舊阿斯拉都用上 首先靠賽王開著阿斯拉一路平穩的出發 目前領先的是蘭德爾 緊接在後的是巴西地猴蛇 和破壞者 靠賽王整整辦的車隊23秒 而車隊的維修員們 也正在搶修超級阿斯拉 機器戰警還非常好心的幫靠賽王開路 後來阿斯拉一整路都沒進過休息站 再擦了體魯完膚 終於撐到最後一個休息站 就這樣換上超級阿斯拉 帶著眾人的希望再度上路 殊不知巴西地頭蛇在與加賀的鬥爭中出局 我們阿斯拉也不妨多讓超越小廢物追上加賀 就在這個時候 叛逆加賀不爽被土豪大解鎖指揮 故意自爆出局 只剩下貴公子破壞者與阿斯拉三人 最後三人都獲出 性命使出推進器一絕高下 然而在強大的距離之下 會飾演球陷入平息的暫時失明狀態 就算如此 也不要被距離限制自己 只有無所畏懼的踩出幽門 才能成為真正的勝利者 戰電霹靂車就是比誰對距離的冷獸度強啊 奉劍就這麼獲得了世界冠軍 後來破壞者還把她那錯誤得要命的頭盔 送給阿斯拉妹茲 故事也就這麼告了一個段落 戰電霹靂車的畫面或許相當崩壞 但在劇情的豐富程度 宜蘭完全彌補了這個缺點 後來的OBA更是力挽狂瀾 才造就了神作之所以為神作啊 我是RT 只要多做幾次聚發 你也可以成為賽車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按個喜歡 或者分享 幫我的粉絲團按個讚 有什麼感想或者心得 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